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的擠奶器 我會想要分享這台擠奶器 是因為就是 在擠奶的七個多月的歲月裡面 我已經好幾次都讚嘆說 真的是買對擠奶器 它的優點就是說 它很輕巧 攜帶很方便 然後因為它是充電式的 不用插座所以你就使用起來很方便 像我常常有時候就在車上擠奶 然後再來它的配件是超簡單 就是一個殼然後裡面一個墊片 就這麼大我會怕說它的小墊片 怕說會洗一洗的時候 就在水槽就不見了 它號稱說它可以增加18%的奶量 你也知道對一個新手媽媽 聽到可以增加奶量這件事是 多麼讓人就是 興奮的一件事情 再來就是它 我覺得它的聲音算是很小 就常常我就是在半夜的時候 一開始都要半夜也殺擠奶 然後我小孩跟老公在旁邊睡覺 然後它們也都沒有這樣被我吵醒 一開始我在月中心用的時候 是貝瑞克嘛 然後你用貝瑞克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那種貝瑞克其實的吸法 它是屬於很強力的把你的奶吸出來 然後你一開始轉換到這個沒熱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怎麼好像沒什麼吸力 但其實錯 我告訴你 這個不是沒什麼吸力 這叫溫柔的吸力 來配件的部分 它就是有一個這個的主體 然後有一塊墊片 還有一個上面的這個蓋子 那你在蓋的時候你要記得 它有三個點 你一定要都蓋好 然後你要聽到的聲音 這有一個 兩個 三個 這三個呢 你都要很確實的 就是蓋緊 然後你就接上它 專用的這個出入瓶 那喇叭嘴它有分好幾個size喔 它一般你買來的話 它配的就是 這個24mm的這個大小 那如果你要再小一點跟大一點的話 你可以額外上網自己去購買 這台還有一個好處 它是可以雙邊也可以單邊 那要怎麼接呢 首先呢這一條就是吸的吸管呢 就是這樣子 一邊接進去它的這個主機 然後你如果要雙邊處爐 那你就接兩邊 這樣就可以進行雙邊的這個吸奶的模式 那如果今天要單邊呢 你就一邊拔下來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轉接法 你就只要接上來之後呢 這樣就變成單邊吸奶的模式了 操作的一個介面 那首先呢這一顆就是開關 那你開關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有一個螢幕 它是一個LED的這個夜光的模式 然後它在 這上面你可以看到嗎 有時間在計時 所以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你現在到底擠了多久 那它這台機器呢 它在設前兩分鐘呢 它是屬於醋爐的模式 那醋爐的模式就是 會想要讓你就是 刺激你噴奶 就會想要讓你的奶 趕快就是衝出來 在兩分鐘過後之後呢 它就會直接進到一個吸奶的模式 這一台它自己有設定 總時間在30分鐘的時候 它會自己就是關機 那我來介紹一下 上面這裡有個加號跟一個減號 就是你可以讓這個 力道這個段數的增加 比如說現在是醋爐模式嘛 那你就按加 然後就可以加到四段 五段 六段 七段 八段 九段 最高就是可以到九段 那你就覺得 喔喔太強了太強了太強了 然後你就可以趕快按這個減號 然後讓它的 醋爐模式的那個力道減弱 如果你在還沒有到兩分鐘 你就覺得說 阿我奶快噴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按這個鍵 它就可以直接 切換到吸奶模式有沒有 剛剛我們這個 螢光夜光的顯示是在這邊 是醋爐模式 這邊就是吸奶模式 那吸奶模式 一二三四有沒有 就是 現在就是到了第四段的這個 嗯 吸奶的這個力道 那你就可以 加往上加 五六七八九 有 喔這非常的強 我 擠奶擠到現在七個多月 我還沒有使用到這個力道 那 它這個按鍵呢 是記憶模式 就是說 你可以建立一套 你自己的這個 嗯 醋乳跟吸奶模式的 之間的一個調配 然後 後面這個呢 我覺得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這裡是一個夾子 你就可以把這個 夾在你穿的褲子 就可以在家裡邊走邊擠奶 因為你也知道 當了媽媽之後 我告訴你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要買一件免售池內衣 這個呢 也是我後來才 就是 擠了一段時間之後才購買 那我發現說 早買早小時候 應該要早一點買 那它的穿法呢 就是像穿衣服 穿件外套一樣 就是這樣 把它穿上來之後呢 它前面有這個拉鍊 那你就拉起來 拉起來之後呢 它這個就是有 像一般哺乳一樣 有這個缺口嘛 那你就把喇叭罩 套進來 裡面 好這樣 另外一邊呢 也是 就把它套進來 那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空出你的雙手去做事了 那大家如果有喜歡我們今天影片的分享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訂閱喔 以及觀看下一部我推薦給你的影片 掰掰 掰掰 欸莉莉你不要把我咬破 咬破我還要再買一隻這樣 好 好了 給你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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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褲子漆要咬喔 好 好